也是谁呢 大家能不能一起来把他的名字叫出来好不好 一二三 有人说伟哥 有人说伟叔 好有请张伟先生 尊敬的各位领导 嘉宾们 艺术家们 还有亲爱的我们多伦多华人文化艺术界的同仁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 庆祝龙文化节的圆满成功 作为总导演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这次龙文化节呢 成功离不开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一个心情付出 你们的努力让这场盛会光彩夺目 就像刚才程代总提到的龙文化呢 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因为每一年呢 我们都会有一些创新和变化 比如今年 有几个亮点 我想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 我们增加了一个很大的板块 叫高新技术板块 给大家介绍了最新的高新科技 比如说AI 人工智能 比如说机器人 那么也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另外呢 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搭建了这个水池上的学舞台的晚场灯光秀 同时也请到了我们主流社会的 专业的时装设计师的这个时装表演 那么还有呢 我们还增加了这个 Bear Garden 那么60项非常丰富我们大家的这种 这个休闲的一种方式 总之呢 所有这些变化和这个 enhancement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今天呢 我也很幸运的看到 今天我们来在场的嘉宾们 不仅仅是有参加了我们龙毛化节的 这个各位团体和人员 同时呢 也有很多 其他的社团和我们文艺团体 所以这次这个晚会呢 这个晚宴呢 不仅仅是我们龙毛化节的青龙宴 也是我们多伦多华人文化艺术界的一次盛会 未来呢 我希望让我们大家 所有人都携手并肩 把龙毛化节推向新的高度 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最后呢 我想说一句肺腑之言 这句话呢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去年也讲过 在去年的青龙宴上 那么今年呢 我想用再讲一遍 来作为我讲话的这个结尾 我认为呀 生活 就是找借口 跟自己喜欢的人们 一起工作 谢谢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月吧